台日两国理念相近互动密切 针对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合作等议题将如何发展 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河之为您独家解析 更多辛辣提问关我什么事通通说给你听 代表您好感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代表至今来台湾已经一年了 然后期间在过去一年之内推动了台日很多的艺文活动 然后也推广日本台湾的农产品 那想请问代表在来台一年的话有什么样的感想 然后认为今年的台日关系有比过去更好吗 时间过得很快我在台湾已经差不多快一年 那么在过去一年的工作当中 我深深地认识到台湾是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伙伴 同时也是宝贵的朋友 那么第一呢 那么我们享有基本的价值 民族 人权 自由 法制等等 那么第二是我们是非常紧密的经济伙伴 那么对台湾来说第二个贸易伙伴 那么对日本来说台湾是第四个贸易伙伴 那么最近比如是台积电向日本的雄本投资 东东的台湾的向日本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了 还有我们现在的农水产品的贸易 最近日本对台湾的农湖西班牙开放了市场 还有红络的火龙果也开放了市场 还有台湾方面也关于日本的农水产品 也缓和了一些限制的措施 这样我们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人与人的交流 也是非常密切 比如去年我们接受了420万台湾的游客 那么今年跟现在的情况来说 今年一定会超过500万 会记录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还有我们其间地方政府的交流也好 民间的交流也好 高中的交流也好 我们的人与人的交流是非常密切 那么第四呢 就是台海的和平和稳定 不仅是对台湾 而且是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 各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围绕两岸的关系 应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 我们绝对反对任何一方 当方面的要改变现状 那么这些方面也我们有共同的课题 这样呢 我才一直认识到对在日本的境遇 有稳定发达民主 还有对日本有好感的台湾 台湾的存在 是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过去一年 我深深地认识到台湾和对台关系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想要问代表者是 认为未来台日还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增加交流 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加强台日羁绊的方法 现在我们与双边的关系在广泛的领域里 心里的发展 那么以前的台湾的主流代表 沙昌顶大使也说过现在六代之间实现一个上的循环 但是我们还应该要继续努力 特别是我看年轻人当中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六代关系的将来应该要靠这些年轻一代 比如说有几个项目鼓励台湾的年轻人 还有日本的年轻人更深地更广地了解对方 比如说我们邀请台湾的高中生到日本去短期和长期的留学 还有我们为了鼓励在台湾研究日本问题的年轻的台湾学者 盘着他们找比较合适的工作 还有我们也有所谓工作休假 就是Working holiday的牵掌 通过这些手段 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台湾和日本的年轻人互相交流 还有除了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外 漫画还有动漫等等的现代的日本文化 台湾的年轻人非常有感兴趣 那么通过这些现代的日本的文化 我们要加强台湾和日本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我认为是年轻人的交流是关键 那么我本来也想并记得邀请台湾的大学生到 我的官邸或者办公室来交换意见 通过他们想了解一下台湾的年轻人对日本有什么感想 还有对日本的哪四方面有兴致通通 这样我想更了解一下台湾的社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